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畅销书 叫做关键对话 如何高效能沟通 营造无往不利的事业和人生 这本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作者 史蒂芬科维的大力推荐 一直就是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很多朋友都给我发来私信 说跟人交往有严重的障碍 那么我们刚好可以跟着这本书 学习一下交流的技巧 本书的翻译者 先给我们总结了一下 关键对话的两大原则 一是明确自己对话的目的 也就是我希望通过对话 达到什么目的 第二个原则就是 在对话过程中 始终注意维护安全感 也就是让对方毫无心理压力地 跟你展开沟通 至于如何消除对方的心理负担 也可能是一句道歉 一段解释 一个积极的目光交流 反正这也是有技巧的 本书有可能将改变你的人生 我们先来看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解释什么是关键对话 第二章掌握关键对话 第三章 重新开始确定目标 第四章注意观察 判断对话氛围是否安全 第五章 保证安全 让对方畅所欲言的技巧 第六章控制想法 如何在愤怒 恐惧 或者受伤的不利情绪下 展开对话 第七章 陈述观点 循序善诱 第八章 了解动机 帮助对方走出沉默和暴力状态 第九章 开始行动 第十章 是案例分析 第十一章综合应用 通过这本书的架构 我们十分确定 这就是一本 从头到尾教你如何 与人交流的书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何谓关键对话 沟通的问题在于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 已经沟通了 意思就是说 你觉得大家都交流过了 但其实 双方根本就没有 在一个频段上 甚至说着说着 双方还就翻脸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段子 比如老公要去健身 问老婆去不去 老婆则一口咬定 你嫌我胖了 还有经常开会讨论一个话题 但是说着 说着就跑偏了 所以 关键对话 作者给了一个定义 就是三个词 高风险 不同观点 激烈情绪 只要有这三个特点的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 关键对话 那么你想想 这种关键对话的时刻 是不是太多了 几乎每时每刻都存在 只要是带着情绪的 不同观点探讨 肯定是有风险的 甚至很多普通对话 也会上升到关键对话 此时 我们经常犯错 因为我们的情绪 还没有准备好 每当这时候 我们就会激发人性的本能 也就是暴力对抗 俗话说 就是急眼了 比如你说出去喝酒 你老婆 问你各种细节 跟谁 在哪 几点完事 这都是普通对话 但是你很容易就上头 觉得她好烦 然后很可能就会大吵一架 每到这时候 你都会因为大脑缺血 而无法正常思考 智力水平极度下降 开始使用更加恶毒的攻击 此时没有教练 也没有裁判 你无法通过外力结束这种状态 然后表现的 就会像个白痴 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 但是很久以后 我们冷静下来 却感到很后悔 更会自责 我当时用脑子思考问题了吗 后悔自己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举例 你对另一半工作繁忙感到很不满 于是就开始冷嘲热讽 又回来这么晚 赚大钱去了 比你们老板还忙 而你越是冷嘲热讽 对方就越是反感 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于是 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还比如 宿舍里有的人 有洁癖 有人则是脏乱差 随性惯了 于是洁癖的人 就开始抱怨对方太脏 而对方则回骂 说洁癖的人太唠叨 最后 双方互相瞧不顺眼 甚至故意制造垃圾来报复对方 这就是不懂得关键对话的坏处 我们经常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离我们的目的越来越远 遇到这种情况 风险其实就很大了 很容易把事情推向相反的方向 一次失败的关键对话 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而且影响持久不散 有人说 那我选择沉默怎么样 作者说沉默 很可能是把杀人的刀 一个医生做手术 明显没按照操作流程 在场的护士都知道 但他们也都知道 这个医生不怎么听劝 还非常爱对人 所以 谁都不愿意提醒他 结果很可能出人命 企业中也是如此 老板有问题 但谁也不想提醒老板 出这个眉头 所以 谁也不说 最后造成巨大的损失 所以 一旦你选择沉默 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无论是企业还是团体 最后都会面临巨大的失败 所以逃避问题 并不是解决办法 作者研究了一些企业失败的案例 基本上 就是源于关键对话的缺失 一项目不合理的时候 有人讨论 二员工 消极配合的时候 有人能够调和 三当领导 没有做到管理责任的时候 是否有人能够弥补这个空白 而反过来 如果员工掌握了关键对话的技巧 可以在衰退的时候 反应比其他公司快五倍 应对企业伤害的能力 比其他公司高出66% 每次成功的关键对话 平均能为企业节省 1500美元成本和8小时工作 对于个人来说 关键对话也有重要意义 它会给我们的人际关系 造成巨大的影响 比如情侣为什么分手 朋友为什么闹掰 孩子为什么叛逆 老板为什么烦你 大多都是因为吵架 比如夫妻间争吵 通常都有三个模式 一互相威胁 互相谩骂 二沉默寡言 内心极具不满 三开诚不公 就事论事 研究小组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发现掌握关键对话的能力 会让婚姻失败的概率 降低50%以上 既然关键对话这么重要 下面我们就看看 如何掌握关键对话 作者他们通过大量研究 在人群里 找那些意见领袖 这些人基本上人员极佳 也能够左右逢源 有个人叫做凯文 他是公司的副总之一 但这些领导里面 只有他具备真正的影响力 于是他们决定 观察凯文的行为 在一次会议中 凯文和老板讨论 公司办公室的搬迁问题 有两位副总谈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团队对此表示质疑 这时候老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但同样不受欢迎 毕竟这种事 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 所以大家没那么容易妥协 这时候老板有点发火了 他本身就掌握权力 其实压根不用咨询 大家的意见 最后甚至提高了语调 开始从商量变成了训斥 于是大家就没人再质疑了 那么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 也就在一片沉默中即将通过 但此时凯文开口了 他说老板 我能和您探讨一个问题吗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对老板的决定仍有意义 所以谁也不出声 等着看好戏 接下来凯文指责老板的决定 不太符合公司的决策流程 结果有以全摩斯的嫌疑 会有人说 你想让办公室落户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奇迹发生了 老板竟然认错了 他说 我确实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们 那么我们重新讨论 这就是关键对话 凯文没有保持沉默 也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 而是坦率诚恳 并且充分表达了对老板的尊重 而这种方式老板竟然可以接受 甚至表示了赞赏 作者他们马上展开研究 看看凯文的高明之处到底在哪 最后他们发现 其实在场的 每个人都知道 方案是行不通的 但是明知道错误 却不敢据理力争 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有两个选择 一是当面反对 结果就是把老板惹毛 二接受错误决定 也知道公司将为此付出代价 作者说 这其实就是傻瓜式选择 大多数人做决策的时候 往往都陷入到了这种 非黑即白的二选意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人 会拒绝傻瓜式选择 比如凯文 他会冷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并对老板百分百的坦诚 又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百分百的尊重 在展开关键对话的时候 对话高手总是可以找到某种方式 公开传达相关信息 作者说 这就是秘诀所在 也就是说 双方愿意公开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感受 即使表达的观点充满争议 不受欢迎 他们也仍然愿意与对方分享 也就是说 在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 对话高手会先营造一种安全的氛围 让双方往这个观点库里添加信息 哪怕这些观点富有争议 且错得离谱 比如我们开会 研究一家公司 会把公司的优势劣势 全都列出来 在列出的过程中 大家达成一致 不做任何争论 只是罗列 这就是为共享观点库 提供了安全的氛围 凯文那句 我能说说我的观点吗 就是在营造这种氛围 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攻击谁 也不否定谁 只谈问题 不谈倾向 那么最后观点库里的东西越多 决策就越是明智 即便先入为主的人 也会去客观考虑相反的观点 这其实说白了 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而不只是用情绪争论 明天我们继续来看 营造安全氛围之后 还要做点什么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昨天我们说了 要想成功对话 就得先营造一个 不带情绪的安全氛围 让观点不同的双方 都能说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没有安全氛围 那么很多人就宁愿选择沉默 作者讲了一个案例 更像一个段子 他说 一个女士 做扁桃体切除 结果 医生把她的脚趾给截去了 在手术中 有很多人都心存疑虑 但是 每一个人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 只有当大家自由交流 提出不同观点的时候 共享观点库才有意义 这也是实现 协同效应的前提 只有把这些观点都列出来 才可能求同存异 实现团结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在沉默中做出的决策 并不代表 大家都同意 你的观点 只是他们不愿意提出反对 这可能 让你造成很大的误判 而且 这种决策 最后也会造成执行力问题 大家违心地服从指令 必然在执行上大打折扣 作者也说 他的意思不是说 每次决策都要民主 老板甚至不能拍板 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在决策前 先让大家畅所欲言 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当所有想法都展示后 老板在拍板 这种决策风险 就要小得多 在实际沟通中 我们经常会表现的 漠不关心 沉默 冷战 甚至通过讽刺 漫漫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之所以这么干 就是为了让对方 接受我们的观点 通过贬低别人 来抬高自己 希望别人都听自己的 但这些行为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限制了 对方的观点交流 对方想表达 也不说了 也同样会转化为 沉默 冷战 讥讽和谩骂 所以显然 南辕北辙了 作者说 其实掌握高风险互动技巧 轻松一学 我们平常也是如此 如果有人能够开口 就化解情绪化的沟通 我们通常都对这种会说话 并且有强大语言技巧的人 佩服的五体投递 就比如我 明星里就喜欢郭德纲 觉得他太会讲话了 总能够化功继于无形 还能带来愉悦轻松的气氛 这也是他火了15年的 主要原因 所以 首先要明确 我们能掌握这种说话的技巧 不但不丢人 反而很有面子 远比你原来恶语伤人 有面子的多 这也许就是 我们学说话 学表达的最大动力 作者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他当时要去伊拉克执行任务 结果跟家人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他的反应也很激烈 所以 让整个情绪 陷入到了负面循环 最后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去了巴格达 家里的情况 越来越糟糕 后来他去参加了一次 关键对话的培训 然后用这些培训后的技巧 再去跟家里人谈了一次 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 他努力使用技巧 并营造诚实 和尊重对方的对话气氛 有几次 他都差点没忍住 要再次爆发 但他始终不停地告诫自己 目的 目的 我的目的是 修复家人的关系 而不是 把关系搞得更僵 在这样的潜意识之下 他终于坚持下来了 最终让问题化险为夷 最终他们家的关系 得到了彻底修复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是学习 如何确定这个关键对话的目标 作者说 知识不是灵丹妙药 不可能瞬间让你华丽转变 你要想有所进步 必须从认真的 审视自我开始 关键对话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审视内心 作者举例 姐妹两人为了谁先上厕所 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父亲故意不管 让他们自己进行关键对话 去解决问题 结果两人都憋急了 谁也不肯让步 足足吵了25分钟 最后才陆续上厕所 最后 父亲笑着说 不知道 你们是真着急 还是假着急 你们争吵的这个功夫 不知道可以上多少次厕所 出现这种情况 完全是 你们两个都很自私 所以博弈之后 出现了最差结果 但是小孩子 哪肯认输 他们依然是 不依不饶 互相指责 显然他们没有处理好 这次关键对话 本意是尽快上厕所 结果却适得其反 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和自己的目标 完全相悖 所以要想解决问题 第一步 就是改变错误的观点 也就是认为我的苦恼 都是他人造成的 这很重要 如果你 总觉得别人不对 那就会陷入到 南辕北辙 无休无止的争吵当中 离你的实际目标 越来越远 这种指责别人的做法 也是阻挡我们利用 关节对话 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 反过来说 要想解决好双方的问题 必须从自己身上 找原因开始 其实 这正是我们最大的 心理障碍所在 我也是这样 也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 但其实真应了那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话高手们非常明白这一点 他们不断地审视自我 改变别人很困难 远比改变自己要难得得多 如果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根本就没可能改变别人 就比如一个现实的问题 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 都觉得这本书没用 又在扯犊子 我要能改变自己 还要你干嘛 天天讲大道理 灌毒鸡汤 一点实际的都没有 那你再想想 你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你再拒绝改变 拒绝进步呢 你期待的那些灵丹妙药 真的现实吗 所以我总是说 如果你总是带着防御的心态 去读书 那其实是完全没用的 谁满则意 越赢则亏 这种智慧 你并不具备 读多少书 也都只是浮云 所以真正的学习 是发自内心的寻求改变 永远都是从内心开始的 作者举了个例子 在一次会议上 老板要求手下的经理们 削减成本 这时候有个人站起来说 我们在缩减成本方面 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 连打印纸都是双面使用 而你自己 却刚刚装修了奢华的办公室 买了新家具 这句话让老板火冒三丈 虽然陈述的是事实 但是却让对方无法接受 这时候 老板会怎么做 他可以战胜对方 说我没有花这么多钱买家具 这只是谣言 当然 他也可以惩罚对方 直接让那个白痴 去财务 结账走人 但是这个老板还是克制住了 他想起了关键对话的原则 也想了想自己要求 削减成本的目的 所以 缓和了情绪 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谢谢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明 对我很信任 接着说自己并不知道 办公室的预算 会让人马上去核实 然后还可以解释说 办公室是公司的脸面 目的是为了创收 提升客户信赖 不过即便如此 也要好好核实 并承诺以身作则 尽量压缩预算 如此一来 一场风波也就此化解 由于老板亲自带头 那么大家也就从出工不出力 到积极地进行预算削减 作者当天晚上 跟这个老板吃饭 问他当时的想法 老板说 当时我也想翻脸 受到了攻击 人性的 本能就是回击 但就在此时 他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个念头 二百多人盯着我 那我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对了 是削减成本 如果我干掉了这个员工 我自己奢靡的形象 就算坐实了 削减成本 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别人还会觉得我很虚伪 未来我的一切指令 都将大打折扣 反过来想想 这个经理提出的问题 可能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何不就此机会 解开这个疑惑 并顺水推舟 促进目标的达成 我们要时刻 小心谨慎情绪的影响 一旦肾上腺激素 开始在体内作祟 往往我们就失去了 理智思考的能力 然后就非常容易 找不到目标 而凭借情绪 胡乱行动 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 其实 有时候解决一个麻烦 就是一句话的事 而让麻烦 无可挽救 也是一句话的事 在进行对话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暴露出 要战胜对手的意图 而这个意图 十有八九 会跟你的目标南辕北辙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作者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 每当你跟别人 进行关键对话 马上就控制不住自己 要发火的时候 问自己三个问题 我希望自己实现什么目标 我希望对方实现什么目标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 实现什么目标 最后根据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再回答 要实现这些目标 我究竟该怎么做 此时 你应该可以理性地去应对了 当然 我还是要多说一句 这种东西 跟投资一样完全反人性 反人性的东西 都是知意行难 所以 你要想在关键时刻 还能想起这几句话 需要有教练 也需要进行不断的练习才行 眼睛和耳朵说会了 但嘴巴到时候 却很诚实 脏话可能一点都不会少说 你的大脑在这种关键时刻 也控制不了嘴巴 但凡不会说话的人 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嘴比脑子快 但凡脑子能比嘴快的 都不会那么得罪人 明天我们看到底 该如何拒绝傻瓜式选择 各位书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今天我们来讲 如何拒绝做出 傻瓜式选择 作者先举了个例子 一个学校里有个老师 叫做罗伊斯很招人讨厌 但是由于资格老 所以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有一次会议上 他咄咄逼人地 反对另一个老师 布伦特的观点 结果布伦特当场发作 大骂罗伊斯 你个老家伙知不知道 其他人多讨厌你 然后转头对在场的人说 别用那些眼神看着我 我只是说出了 你们想说的话 你们都是胆小鬼 作者说 这简直就是糟糕中的糟糕 布伦特大庭广众之下 羞辱了罗伊斯 还觉得自己很勇敢 大多数人通常都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事论事 要么顾全面子 大家永远不会选择 去尝试第三条路 叫做两全其美 那么我们回到 昨天讲的主题 想一下我希望通过此次对话 为自己 为对方 为我们之间 达到什么目标 作者说 拒绝傻瓜式选择 做到两全其美 就要摒弃那些 非此即彼的思维 要么大吵一架 要么保持沉默 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我们要解决问题 做好关键对话 就要做到三点 首先应当阐明 自己的真正目的 比如对方没有践行沉默 那你的目的就是 要让他变得更可靠 其次 说明 你不想实现的目标 比如不希望 因此陷入到无休止的 甚至是 咄咄逼人的争论当中 最后 给自己一个 更复杂的问题 两全其美 就是既要提出对话 还不能因为情绪 浪费时间 那么此时 你就应该聚焦 在找方法上 如何消除 对方的不愉悦 并且还能够 接受你的观点 具体怎么来做 我们看下一张 就是注意观察 判断对话 氛围是否安全 如果你把观点 强加给别人 并附带一定的人身攻击 那么 肯定会引来不花而散 有些人自认为很耿直 我这人说话 不会绕弯子 还觉得这是个优点 但其实就是这种想法 经常让你把事情弄糟糕 甚至在职场上寸步难行 你太关注 要阐述的内容了 而对其他情况视而不见 结果就很可能 南辕北辙 比如家长训斥孩子 从来就只关注内容 从不在乎环境和方式方法 结果孩子的叛逆 其实都是自找的 本来他都准备去写作业了 你非得来一句 就知道玩玩玩 不读书以后 上街要发 结果让孩子很不爽 反而就跟你对着干了 所以你说这是赖谁 有时候 我看到一些家长的所作所为 真是替他们家孩子 觉得倒霉 作者说 你要想达到目的 就必须去关注气氛 一旦发现有冲突的迹象 必须马上做出应对 越早意识到越好 越容易把谈话 拉回到正轨 否则一旦冲突开始 后面就将是情绪的碰撞 必将事与愿违 现实生活中 很少有人是双合的 也就是说 很难同时关注对话的内容 和对话的气氛 一旦我们深陷内容当中 就会对气氛的变化 视而不见 这个要通过不断的练习 和增加实践经验获得 就好比游泳的技巧 告诉你 是没用的 你得下水去扑腾 才能感知水对你的支撑力 在你熟练之前 肯定手忙脚乱 但是熟练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种本能 关键对话也一样 比如你看到对方 已经脸色铁青了 就应该知道 已经开始上透了 这时候 应该马上反映 这就是危险信号 应该马上退后 放慢节奏 赞同对方几个 无关紧要的观点 表示出足够的坦荡和尊重 还有的时候 对方已经提高了嗓门 说明已经准备吵架了 此时你继续阐述你的内容 必然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 记住 你们只有在安全的氛围中 对话的时候 才可以畅所欲言 这其实就是 对话高手们的秘诀所在 其实我们也有同样的智慧 今天哥们心情好 你说什么 我都同意 明天我心情不好 你就千万别招我 谁招我 我就对谁 不为别的 就为对人 这就是人性 所以 有些事 你必须要找一个 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再谈 如果非要现在说 那你就得铺垫出一个安全的气氛 比如讲个故事 讲个笑话什么的 把观点埋在故事里 让对方自己悟出来 我补充一下 还有一种技巧 叫做先求同在存异 也就是说 你得先认同先鼓励 然后再说正事 比如我看过 有些家长 教育孩子很有一套 看到孩子 打游戏时间过长 就搬个凳子坐他旁边 看着他上份 然后还给他叫好 没几分钟 孩子 就不完了 踏踏实实写作业去了 这比你跟他嚷嚷一通 有效果的多 有些孩子 不爱读书 就爱打球 家长顺水推舟 干脆按照职业的标准 给他带到球队训练的要求 打球瞎玩 谁都愿意 但是一旦要艰苦训练 没两天就烦了 还是学习比较轻松 作者讲 说实话和顾面子 看似于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 你要完成关键对话 就必须让他们兼得 作者也是后来才领悟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本身 而在于 无法帮助他人建立 接受信息的对话气氛 如果能发现对方失去安全感 你就能够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 所以 注意观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公司开会的时候 你要想批评谁 你就得先肯定他的一部分工作 然后再提一些改进建议 有了铺垫 他就有了安全感 表扬的信息 他就很容易接受 后面的信息变了 他也同样会接受 当然 如果对方特别没有安全感 表扬有时候也会弄巧成桌 比如 明明他是扳上个子最矮的 你非得说他最近长高了 这就有点打脸的意思 所以 尽量不要在这种 他完全没有安全感的问题上铺垫 对方很容易理解为 你是在讽刺他 另外 作者还强调 对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 经常会把我们引向歧途 比如率先发起攻击 然后激怒你 从而让对话偏离正轨 情绪一上头 你就以牙还牙了 比如你在试图给孩子讲道理 但是他说 你天天磨磨叽叽地烦不烦人 此时你怎么办 估计大部分家长就压不住火了 相当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开始互相攻击 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很得意 才对 以更高的段位和姿态 应该马上辨别出 对方已经失去安全感了 这就告诉你 下面该去营造安全的氛围了 否则对话就没办法进行下去 还有一些明显的信号 比如冷嘲热讽就是掩饰 转移一个话题 这就是逃避 借口打电话离开 这就是退缩 这些都意味着拒绝 都是对方没有安全感的标志 如果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说下去 就该产生反感了 甚至上升为语言暴力 开始个人攻击 比如你是猪脑子吗 想出这么个破方案 此时 你自己的报复模式 估计也已经快启动了 已经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了 还是那句话 多想想目的吧 想一想目的 怒火也就熄灭了 争吵诀不可能解决问题 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本来 大家有一搭 无一搭的讨论 一旦你发飙 那么对方将誓死 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如果是君子 可能不跟你计较 如果是小人 可就完蛋了 不但这件事 给你搅和黄了 甚至以后每件事 他都会给你搅和黄了 所以 此时 你应该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 把焦点重新拉回到 安全气氛的营造上 做着自己反省 在学习关键对话之前 他也总是简单粗暴 从不关心气氛 甚至有时候 对方都沉默了 他还错误地认为 对方已经同意了他的观点 当发现跟别人意见不合的时候 他只知道摔门出 根本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去有效沟通 后来他掌握了关键对话中 营造安全氛围的方法 那就是尽可能地 让对方畅所欲言 如果你发现 对方已经在对话中 失去了安全感 你就应当立即 跳出对话内容 不要纠结于 刚才说过的任何内容 开始审视自我 扪心自问 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注意 每次遇到对话不畅 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后 再去考虑 该如何营造安全氛围 比如跟对方表露自己的坦诚 尊重 直到对方消除安全威胁后 再返回对话 安全感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共同目的 也就是说 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这个很重要 要让对方感觉到 你们对话 是为了解决问题 让两个人更好 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找到共同目的 你就找到了 合理健康对话的基础 其次还要关注 共同目的出现的危险信号 也就是说 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对方感觉到不安 你要找出对方的需求点 到底是什么 比如回答两个问题 对方是否关注到了我的目的 他是否信任 我的对话动机 具体如何操作 我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那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昨天我们说了 关键对话 就要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而安全氛围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共同目的 要让对方相信 通过对话 你们可以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 对大家都有利 这里面 作者提醒 一定要区别自己的目的和共同目的 他们是不一样的 比如对方失信于你 那么你去提醒 让他遵守承诺 这就是你自己的私人目的 而共同目的是什么呢 你要想想 他遵守承诺的好处 比如以后 你还会再相信他 有更多的人 相信他等等 大家都保持信用 那么沟通的成本 也就更低 关系也就会更好 这才是共同目的 还有给老板提意见 也是一样 你要关注他的利益 而不只是说 你无法完成 你要告诉他 站在公司的层面上 这么做会有哪些问题 这才是共同目的 除了共同目的之外 还要互相尊重 这是对话的持续性因素 当人们感觉到对方 不尊重自己的时候 就会马上出现危机 对话也就会出现问题 作者做了个比喻 尊重就像空气一样 有他在的时候 没人会注意他 但是一旦 你把空气收走 那么所有人也就窒息了 当你不能呼吸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空气的渴望 尊重也一样 当你失去尊重之后 道理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想到的 也只有尊重 这就是为什么 你无法跟女朋友 讲道理的原因 因为他想的跟你不在一个评断上 他永远考虑的 是你不爱他了 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要观察对方的表情 并时刻问自己一个问题 对方觉得我是否尊重他呢 不过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 有些人 你怎么尊重他呢 比如 他就是很讨厌 或者让你非常失望 作者说 我们不需要尊重对方 每一个方面 只需要尊重对方的 基本人性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总觉得对方 跟自己三观不合 那就肯定难以尊重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对方 看成是和自己 差不多的人来对待 这种感受就会消失 更高级一点 可以站在对方的身份地位 思想状态上去考虑 有时候 就没有那么不愉快了 比如 有人总问我 一些非常傻白甜的问题 甚至粉丝们 都看烦了 我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回答 你说 我能不烦吗 烦是肯定的 但我也在换位思考 这就是大众的认知水平 确实对于投资 理财支支甚首 人家既然相信我了 我也就尽量多回答一些 更何况这些人 可能有不少还年纪不小了 从尊重长辈来说 也应该耐心一些 把这些无聊问题 背后的人想清楚 其实也就没那么心烦了 反而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作者也举了个例子 说某公司罢工 劳资双方陷入激烈的争斗当中 看似矛盾不可调和 但是关键对话的高手 出面帮他们调停 让他们分别把自己的目的 写在白板上进行讨论 再写下期望目的 再进行讨论 最后他们发现 很多目的双方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期望其实也差不太多 双方都希望公司盈利 并且持久经营 也都希望能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环境 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 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目的都一样 之所以双方之前矛盾激化 就是因为失去了尊重 大家也就都不讲道理了 更喜欢通过暴力去泄愤 当发现互相尊重 或者共同目的出现红灯之后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并且重新营造环境 作者提出了三个技巧 一是道歉 二是对比说明 三是创建共同目的 当你们已经发生争论的时候 作为主动改变的一方 道歉是个好办法 比如领导可以说 没有及早通知你们 现在要连夜加班 我申表歉意 或者刚才是我没说明白 造成了误会 十分抱歉 道歉的时候要真诚 只要你开口道歉 对方基本上马上熄火 甚至有的也会向你道歉 接着就是 利用对比消除误会 这里面的对比是一种手法 也就是先否定 再肯定 先打消对方的误解 再肯定对方的表现 比如 我不希望你误解 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正相反 我绝对支持你的想法 这样你就能消除安全威胁了 然后你们就可以在 正常的轨道上去讨论问题了 在两段陈述当中 否定部分更为重要 它在消除误解 把这个手法用好 你就能消除大多数的 不安全环境 比如作者举例 夫妻两人吵架 老婆就用了这个手法 说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 而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 我不想把责任推给你 而是想和你交流 看我能不能更适应你的方式 但老公依旧不依不饶 说这种交流 就是你的自欺欺人 你就是排斥我 可见 老公的态度 依然是缺乏安全感 此时老婆依旧用这种对比模式 她说 其实我想说的并非如此 只是想和你谈谈 找到改善咱俩关系的方法 我的目的就是 大家都开心 此时 老公通常就缓和了 这就是 一旦你通过对比句式 说出了真正目的之后 气氛马上就会回到安全的状态 对话也就能得以继续 作者特别强调 否定加肯定的对比句式 不是让你收回之前的话 而是让你表达的更精准 比如员工上班迟到 你严厉批评他 让他瑟瑟发抖 员工想 完了 我要被开了 此时你说 其实也没这么严重 这就是错误的 相当于你否定了之前自己的表现 注意我们要否定的是 对方的错误认知 而不是自己的表达 你可以说 我不想让这个批评 成为对你之前工作的否定 实际上你表现得非常好 以后要是能准时上下班就更好了 希望你在这方面改进 第三就是创建共同目的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我们生活中也能遇到 比如你被公司升职加薪了 但是作为代价 你要到外地去工作 此时 你跟家人商量 但是他们 并不愿意也不理解 认为这将破坏家庭的和谐 那么 你该怎么做 大吵一架还是妥协 显然这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那么要怎么做呢 这就需要我们审视自我 尽量找到共同目的 你要打消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 不能认为你总是对的 必须要让思想更加开放 不能总是试图强加你的想法给对方 否则一定会把事情闹得更僵 另外 不要把策略和目的混为一谈 要明白只有策略带来的结果才是目的 举个例子 你想一起去看电影 我只想在家里看书 这看起来无法调和 但是真的这样吗 在家里看书 是不想太喧闹 不想到处乱跑 而看电影 其实也是想安静 可以享受二人世界 所以电影和看书 其实都是策略 而并非最终目的 最终目的是安静的二人世界 这个并不冲突 比如在家里看的电影 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需求 有时候你会发现 自己跟对方已经南辕北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摒弃那些 非此即彼的策略 而是要共同开发一个 全新的共同目的 比如上面那个 你升职加薪 要去外地工作的例子 家人反对 主要是因为会两地分居 那么能不能通过其他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如把家一起搬走 或者跟领导申请 不常驻两边跑可不可以 我们再重复一下 建立共同目的的步骤 一积极寻找 二识别策略背后的真实目的 三开发共同目的 四是和对方 共同构思新的策略 这其实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你的脑子需要高速运转 而一旦你开启对话的时候 通常带宽就不够用了 往往也就忘记该干什么了 那我给你简化一下 作者说 这些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探求对方的真实需求 你只要记住这一句就可以了 他的所有情绪 所有手段 所有目的背后 都有一个真实需求 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挖出来 如果挖出来 你就成功了一大半 比如你老婆说你不爱他了 其实 核心的诉求 就是你能多关心他 这时候 你给准备个礼物 做炖饭 或者设计个小环节 就能解决矛盾 而如果你就知道 让他多喝热水 那必然是弄巧成拙 尽管说了这么多 但是一旦你情绪上头之后 相信一切 也就都抛出于脑后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如何控制想法 如何在愤怒 恐惧或者受伤的情况下 展开对话 作者先要做出两点声明 一情绪不是别人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施加的 所以解决情绪问题 也必须是你 自己想通才行 二是负面情绪一旦产生 要么你控制它 要么它控制你 没有第三条路 明天我们就继续来讲讲 如何在对话中控制好情绪 而不成为情绪的奴隶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昨天我们说到了控制情绪 作者举例 小明和小红共同完成了一个工作 但是展示PPT的时候 小明突然接了个电话 离开了一会 于是小红就把功劳 据为己有 老板对于小红也给予了表扬 而小明觉得相当不爽 便在工作中经常出言讥讽 小红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就经常被骂 于是双方彻底翻脸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处理方式 用情绪去解决问题 但往往让问题越来越糟糕 有些人有克制力 那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吃哑巴亏 但这显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要回属于自己的功劳 压抑情绪往往还是个危险的举动 早晚会彻底爆发出来 而真正的对话高手 不会被情绪所俘虏 他们要驾驭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 我们好好分析这个案例 是什么让小明受伤 很多人都会说 是小红的行为 但这存在必然联系吗 作者说 他人行为和我的感受之间 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 同样的行为 不同的人 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比如都骂你穷 那些真穷的人 可能立马就受不了了 而有点家底的 则不在乎 对于那些富人反而觉得 是一种谦虚的褒奖 所以小红的行为 让小明产生了主观一段 然后形成了很受伤的感受 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有了 控制主观一段 比如小红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表现力更好 她也可能是 怕我说不清楚 把项目搞砸了 在老板赞许之前 功劳并不一定 还有可能是指责和惩罚 所以小红这么做 也许只是想让项目更好地推进和通过 被老板误认为全是她的功劳 如果你这么想问题 是不是愤怒的情绪 就小很多了呢 也有人不解 他们认为是 感受在前 主观一段在后 比如有人骂我 我就会先生气 作者说 主观一段的过程 其实很短 转瞬即可完成 从而大脑中 马上就会形成感受 所以 有时候 你甚至无法发现她 也不记得这个转化的过程 但却对这个感受深信不疑 而我们要控制行为 就要先控制这种感受 作者提出了几个行为方式 一关注自己的表现 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是否表现出了沉默 或者暴力方式 二确定行为背后的感受 问自己是什么情绪 导致我做出这样的行为 三分析背后的想法 问自己产生这种情绪的想法 是什么 四寻找背后的事实 问自己这种想法 可有依据 之所以这么想 就是要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如果用本能去思考 那一定是别人先招我的 所以 我要反击 这么做 是不可能完成关键对话的 至于那些感受 其实有时候也并不准确 比如你感到气愤 其实更多是尴尬 你感到伤心 也许只是羞辱和欺骗 我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 叫做恼羞成怒 之所以愤怒 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人家说的对 而且都说到了你的痛点上 所以 你真实的感受 就是被人说中的尴尬 而愤怒 只是因为掩饰这份尴尬 比如老婆 如果骂老公没用 赚不来钱 不如隔壁老王 这时候 老公肯定就会暴怒 然后反击 你看老王好 那你跟老王过去啊 但其实仔细想 客观想 老婆说的都对 同样的是 如果发生在 一个亿万富豪身上 老婆说他没用 没有马云有钱 这个亿万富豪 绝不会生气 没准还挺开心 没想到我都能跟马云比了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案例 小明愤怒小红抢了他的功劳 但实际上 小红回答了95%的问题 这是事实 而他不信任我 故意抢风头 这只是小明的一个判断 而这种判断 让你越想越气 作者称之为 富有想象力的自我辩护 是一种小聪明 这些东西 让你可以心安理得地 活在自己的错误行为里 俗称叫做借口 看 全是他们对不起我 所以我骂他一点都没错 但你这种自己偏自己的游戏 却对解决问题 没有帮助 反而有害 作者提醒 我们要时刻注意三句话 都是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 一这可不是我的错 二这都是你造成的 三 这是 我也没办法 当你很想说 这几句话的时候 你已经偏离了 关键对话的方向 已经开始在做傻瓜式的选择了 作者举了一个生活的场景 你的妻子 有个令人讨厌的习惯 但是你却并不指名 而是每次都冷嘲热讽 甚至给他脸色 妻子完全不明白 你什么意思 他也觉得很生气 所以 每次你们都为这事吵架 最后上升为谩骂 一个无足重轻的小事 最后引发了婚姻问题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想法和言行往往并不一致 你在做出错误的行为之前 妻子令人讨厌的习惯 并不是让你产生愤怒的原因 小聪明的想法 让你为自己的粗鲁 表现找到了借口而已 这种小事非常常见 我们也经常为他找借口 比如该道歉却没道歉 该工作而提前回家 该提出意见 却没有张嘴 你明明知道 怎么做是对的 但却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然后还为自己的错误行为 找借口 这就是小聪明 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明知道 喝酒有害健康 但却忽悠自己 今天高兴 喝一点无所谓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教育孩子 你会怎么说 你会告诉他 今天上课累了 回家就别写作业 打会游戏吧 你肯定不会 但是用在自己身上 往往你就这么干了 所以我们总是教育别人 特别起劲 但教育自己 却总留有借口 但真实情况是 改变自己 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 作者说 改变这一切的最好方法就是 把受害者变成参与者 把你认为的大反派 变成正常人 把无助者变成行动人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受害者变成参与者 就是要我们自己反省 在整个事件中 自己是否也有责任 有没有可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例如 你的同事经常欺负你 把难搞的任务丢给你 那么你是否给他释放了 错误的信号 有些老好人 嘴上天天告诉别人 有事您说话 当别人真给他任务的时候 他又感觉被欺负 大反派变成正常人 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去考虑 比如同事为什么把工作丢给你 是欺负你吗 还是信赖你 又或者他手上的工作 实在太多 确实做不过来了 我们并不是要为对方找借口 而是要客观分析情况 比如有些人 为什么当杠精 说白了就是缺乏认同感 他哪一哪方面都不行 严重没自信 所以才像个刺猬一样浑身带刺保护自己 对付这种人 你越是刺激他 他就会跟你杠到底 反过来 你给他一点赞同 他也就放松警惕了 所以 别把对方看得太邪恶 他只是 有自己的利益 把无助者变成行动者 这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要干什么 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是为了跟杠精搬杠吗 显然不是 你是为了跟老婆吵架吗 肯定也不是 那么就好好想想 该怎么调动他们 达到最终的目的 这才是本事 回到最初的例子 小明被小红抢了功劳 小明应该直接跟他展开对话 先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问题 然后再询问小红 为什么这样做 用开放的心态交流 并探讨一下 接下来 他们两个该如何分工 如何继续合作 小红听到小明的说法 也会感觉不好意思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确实有不妥之处 他也主动到了歉 并承诺 有机会会向老板进一步澄清 小明在工作中的表现和功劳 所以 我们常说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反过来也成立 你跟对方客气一点 对方也会对你很客气 这就更有利于 关键对话的展开 下面我们看 如何寻寻善诱 而不是独断专行 也就是陈述观点的技巧 我们之前都在 解决方式方法的问题 下面就该教大家 如何组织语言了 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表达出 那些令人不快的内容 比如裁员的时候 总是很难以启齿 此时 我们要说出内心的想法 特别要注意 维护对话的安全感 作者说 一定要做到自信且谦逊 自信让你可以充分表达 而谦逊就会让大家觉得 你人处无害 那么 怎么表达谦逊呢 就是别总下判断 要保持开放 不要总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真理 让对方知道 你可以随时改变观点 作者提出了五种技巧 称之为综合陈述法 分别是分享事实经过 说出你的想法 征询对方观点 做出试探性表述 鼓励做出尝试 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关键对话 昨天说到了五种技巧 称之为综合陈述法 表达技巧的第一点 叫做分享事实经过 作者描述了这么一个场景 老婆发现了老公的信用卡账单 在离家附近的旅馆 竟然有开房刷卡记录 于是就判断 这该死的家伙 一定是出轨了 非常愤怒 转而恶语相向 但如果他换个角度 事情的发展也许完全不同 他可以就账单说账单 而不选择用自己的判断 去表达态度 比如别再色迷迷地盯着我了 这就是态度 而说 你为什么总是拿眼睛 盯着我身体的某个部位 这就是陈述事实 你竟然搞破邪包二奶 这就是态度 而问他老公 这张账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们的对话 应该从事实入手 而不要从态度入手 作者说 即便你非要分享 自己的想法给对方 那么也不要加入主观判断的字眼 否则 很容易让对方 陷入到不安全的情绪当中 比如 你为什么 总是询问我工作的状况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这就是客观陈述 夹杂观点 而如果你说 你干嘛总是故意刁难我 那就会让对方 瞬间失去安全感 表达技巧的第二点 是说出你的想法 这时候 其实要更加注意 想法这个东西 很容易让别人产生不快 比如老师说 你家孩子要留级 那么这时候 你就该说出想法了 如果你说 有没有搞错 让我们家孩子留级 是你们老师没有交好吧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答案 老师一定会很愤怒 那么应该怎么表示同样的意思呢 我想 老师的建议可能是对的 也许留级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但是我担心留级 会给孩子心理上造成巨大的阴影 我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希望您再全面考虑一下 我也希望咱们开诚不公的交流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老师一听 这才是民事里的家长 该有的样子 注意刚才这段话 用到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对比的手法 先给予肯定 再给予否定 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样对方会比较容易接受 在分享自己看法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 比如应该选择试探性的表述 比如可能你还没意识到什么什么 又或者有人说什么什么 还有我有点怀疑什么什么 这些表述方式 会让对方感觉你自己也并不确定 所以他们不会感觉被冒犯 比如一些职场老手 他们给老板提意见的时候 就经常这么说 我上次吃饭的时候 听人家说老板太武断 所以记住这个技巧 当你要攻击对方的时候 一定要假借第三方之口 之所以这么干 就是要软化措辞 推动观点自由交流 让对方即便要生气 也不会直接针对你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 你表述的越是绝对 对方就越是容易拒绝 而你表述的越是谨慎 反而会让他更开放地和你交流 不过作者也提醒 可以谨慎但不要软弱 比如说 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对 这就是在否定自己 当你有这种倾向的时候 就表明不自信 那么对你的观点将非常不利 所以不要强硬 也不要软弱 多说事实 接下来 就是要鼓励对方 说出他们真实的观点和看法 比如 我想听听你怎么看 特别当你是最终决策人的时候 有时候别人碍于面子 不好直接提出反对意见 有想法也不说 这其实对于决策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你越是要负责的时候 就越是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听完了 再拍板也不迟 还得说 巴菲特和芒格 芒格不是个杠精 但是每次他几乎都会说不 并说出一大堆反对的观点 而巴菲特都会让他说完 然后综合考虑 最终决策 一旦巴菲特拍板了 芒格马上就会表示认同 甚至他表示反对的项目 也会用自己的钱跟头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状态 芒格清楚地知道 他的反对 只是为了巴菲特能够全面思考 在全面思考后仍然决定投资 那说明这个项目确实很好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陈述事实的方法 再回到最初的那个案例 老婆发现了丈夫在附近旅馆的账单 正确的做法是主动跟老公表示 今天在检查信用卡账单的时候 发现了一笔消费 他老公说 那会不会弄错了 哪天我去这家旅馆核实一下吧 老婆继续说 这不是钱的事 你也知道我妹妹就发现了他老公的婚外情 就是因为旅馆的账单 这件事我没办法不担心 你觉得呢 注意这里用了试探性提出想法 然后还询问了对方观点 他老公肯定表忠心 我肯定不会的 放心好了 接着开始对比陈述 我肯定不该怀疑你 也不相信你会干这种事 不过 我心里始终会打鼓 咱们能不能现在就去搞清楚 否则我肯定会失眠的 这是一种鼓励尝试 他老公一口答应 结果果然是虚惊一场 餐厅结账的时候 使用了旅馆的刷卡机 所以才有了这张账单 这就是通过正确的关键对话 化解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危机 如果大吵大闹 甚至冷嘲热讽 婚姻也许就此亮起红灯 作者说 所以一切沟通中的不愉快 皆来自一个观点 那就是我肯定正确 别人都是错误的 所以你才会使用 各种绝对的语言 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 而你这种强势 让别人缺少安全感 于是他们也就拼死反击 最后争论不休 比如 你会说 你们都是傻子吧 一加一等于二 都不知道 虽然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也肯定是你对了 但是别人因为不想当傻子 所以 必须要跟你刚到底 会给你列举在什么情况下 一加一是 可能大于二或者小于二的 你说的是共性 他偏要举个例 所以尽管你说的对 但也一定会打起来 因为任何东西 他只要想以偏概全 就一定有不同观点 所以我们越是强加给对方观点 对方就越是反击 记得一个脱口秀一个段子 他妈跟他讲 买了一个理财 于是他算了一下年化收益 都百分之一百多了 就劝他妈 说这肯定是个骗子 巴菲特年化才二十多 注意这里 他就用了绝对和强加观点 结果就是必然引起 他妈的反击 老太太说 巴菲特收益百分之二十多 那是因为巴菲特 没有买到这么好的理财 所以这么劝老人是没用的 反而适得其反 有些子女抱怨 老人不听劝 其实你们的对话方式错了 那些骗子和传销 始终在启发 寻寻善诱 给老人不断制造安全感 从而让他们上当受骗 而你的好意 总是想强加给他们 所以你总是失败 骗子总是获胜 那么该怎么做呢 就是你也得向骗子学习 用对方法 才能完成对话 比如你也骗嘛 你说 你认识一朋友 收益比他还高 而且熟人保险 每月反利息 只对内不对外 问他们愿不愿意跟头 然后反手 你把那个骗子机构举报了 过几天骗子 被抓 或者跑路了 你再跟你父母说出实情 总之要有点策略 不能应来 做着说 做出改变 首先要关注你的行为 其次缓和你的做法 表现出宽容和开放 最后控制你的表现 重点控制情绪 有的时候 我们最难沟通的不是客户 而是家人 客户我们反而不敢施加情绪 而家人之间的沟通 通常上来就是情绪输出 比如当妈的对孩子 上来就是一通狂吼 那是因为此时 她就压根没动脑子 对客户 她肯定不会这样 但其实人性都是一样的 你用不同的方法应对 那结果自然也就不同 有人在外面是好领导 是好销售 但在家里却压根没人听他的 全都跟他对着干 说明你的态度错了 下面我们看 该如何帮助对方 走出沉默或者暴力状态 即便我们小心翼翼 但有时候 也还是会不小心 把对方给惹毛了 或者对方本身 就带着情绪开场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之前我们讲过 一旦发现 对方感受到了威胁 那就应该马上停下来 重建安全气氛 比如马上道歉 消除误会 或者寻找共同的目的 这时候 就需要了解对方的动机 你可以让对方多说一点 然后自己做好倾听准备 如果你不让对方说话 你永远不知道 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需要真诚一些 不要虚情假意 比如你就医的过程顺利吗 患者回答还行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 就是典型地走过场 谁都知道还行的意思 就是不满意 此时你应该继续追问 听起来 您好像不太满意 能具体谈谈 哪里让您不舒服吗 此时患者 才会真正地开口说话 告诉你他的动机 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话题 如何让对方 卸下包袱袒露心声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昨天我们说到了 如何在对话中 为对方营造安全感 有时候可能对方就是带着脾气来的 那么我们应该给予足够多的耐心 肾上腺素飙升 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平复 所以我们必须在对方的谩骂和指责声中 保持平稳的心态 并尽量给予足够的尊重 不过这点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能够心如止水的 确实没几个人 这时候我们要拼命地想 目的 目的 还是目的 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克制 比如在工作中 应对客户 我们通常能保持足够多的耐心 但是对待同事 对待家人 朋友 很可能就忍不住了 主要就是不再经过大脑 你的本能告诉你 得罪客户 你就没饭吃了 这个成本巨大 而得罪家人朋友 并不会把你怎么样 所以 也就肆无忌惮 还有的时候 对方会表现得莫名其妙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然后就对你各种冷嘲热讽 这是因为我们错过了 之前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我们进入对话的 时机不对 正好赶上了 对方行为表现 令人厌恶的时刻 如果对方冷嘲热讽 你在恶语相向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会让冲突进一步升级 对话高手知道 中断这种循环 就要退出互动 营造安全感 重新让对方 说出自己的动机 鼓励对方远离负面情绪 这时候就要求我们 对时机 方式 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把握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难的 你把沟通对象 想象为客户 很多事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现实中 我们对孩子 对老人 对亲朋好友 缺乏的 就是这份耐心和尊重 包括我也一样 对待外人 要比对待家人客气得多 这样其实很不好 还得需要继续修炼才行 作者讲了四种倾听手段 分别是询问观点 确认感受 重新描述和主动引导 这其实就是 我们当记者时候的基本功 询问观点 就是得会提问题 而且要多问开放性问题 你觉得 为什么 听听你的看法 而不要去问是不是 对不对这样的问题 确认感受 就是在对方的描述中 看对方的语气和神态 比如他说的眉飞色舞 那就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而如果 总是皱起眉头 身体后痒 那就是不感兴趣 对方很可能口不硬心 此时 你要不断进行追问 比如房产销售 带着客人看房子 客人转一圈 就不想再看了 此时 他可能照顾你面子 说了两句挺好 如果你看不出问题 所在 还在那里拼命介绍 一定会引起他的反感 相反 客户嘴上说不好 到处挑一些细节上的毛病 但眼睛放光 说明他已经看上了这个房子 准备跟你砍价了 有句老话叫做褒贬 是买主 贺彩是闲人 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重新描述 这是在你意识到 对方的特定感受之后 你要尽可能地 还原他现在的感受 比如说 我试着分析下您的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 或者直接说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种描述 有利于你们 构建安全的对话环境 当他的想法 被你准确地说出来之后 就会缓解不安 甚至增加好感 最后就是主动引导 有的时候 对方其实也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段子 客户馆设计要一个 五彩斑斓的黑色 这就是他们严重缺乏安全感 这就要求设计人员 给客户一个反向的引导 他其实就是想要点 不一样的颜色 至于怎么不一样 自己却说不上来 主动引导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这都无所谓 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自信 如果错了 就重新来一遍 注意 了解对方的想法 并不代表 要赞同对方的想法 有时候对方的观点 跟我们相距甚远 甚至完全错误 后面我们会讲该如何扭转 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我们在这里 必须要先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 然后建立安全的环境 所以重要的是 复述和引导 不要表态 作者举了的例子 母女吵架 作为母亲 要完成关键对话 先要抱歉 承认自己的做法 有点简单粗暴 这是给对方建立安全感 制造对话的基础 然后询问 能不能跟女儿 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当然 你的女儿可能拒绝 此时就要确认感受 你好像非常生气 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 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注意 这里确认完感受后 继续询问观点 之前女儿拒绝对话 只是假象 当你反复要求对话之后 女儿很可能就会说出她的抱怨 然后你就要认真聆听 中途尽量不要打断 最后开始重新描述 复述她的观点 你的意思是 你的朋友都很好 他们都很关心你 是这样吗 重新描述的时候 可能会有几轮 才能完全确认女儿的观点 这块要耐心一点 先不说自己的想法 只是确认她的想法 最后再进行主动引导 那我说说我管你的理由 可以吗 然后不加情绪地 陈述事实 引导女儿 指向你们共同的利益 比如 你女儿想学艺术 你不同意 就可以引导她把才艺 变成副业 告诉她 即便是艺术院校 也有文化课考试 所以不能过早放弃 学习基础知识 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明明我们已经吵得面红耳赤了 但其实观点并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 你说下班早回家 而你也 确实早回家了半小时 但是 家人理解的是 怎么着也得提前回家 一个小时 于是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这其实就是双方对于细节的理解偏差 争吵中 其实对于内容的争论 只占5%至10 更多的其实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对话中 求同存异 先把共同的部分拎出来 这样有助于缓解矛盾 应该让争论的焦点越来越聚焦 而不能越来越扩大 挑别人的毛病是人的天性 因为这样会表现得自己更加正确 也高人一等 所以逐渐就会养成吹毛求刺的臭毛病 而被你挑毛病的人 则也会对这种行为疯狂反击 誓死捍卫自己的正确 这是对话的巨大障碍 对话高手们一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 尽量肯定对方 同时换取对方对自己的认同 即便真有不同意的点 他也会描述为一种正确观点的补充 而不是否定 比如你说对方太抠门了 那他肯定跟你拼了 而如果你说 你这个人很节俭 很会过日子 但有的时候 别人可能不太理解你这种境界 这句话 他会很容易接受 这其实就是表达的技巧 赞同 补充 比较 比较的是双方观点 你不是指责对方 而是指出不同 还比如上面那个例子 节俭和抠门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对待别人的态度 你只要对待别人稍微大方一点 就不会被理解成为抠门了 还是那句话 对话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要把差一点变成火药桶 所以 差一点越小 越有利于你们完成对话 下面我们来看 开始行动 如何把关键对话转化为行动和结果 之前我们说过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完善我们的观点库 但是 七嘴八舌之下 观点倒是很丰富了 但却越来越混乱 最终会议开了很长时间 可还是没有行动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决策 缺乏明确的期望 即便做出决策后 实施情况也并不理想 如果没有执行 那么再好的点子也是白大 我们必须要清楚 对话并非是决策 比如 双方都说喜欢看电影 但有一天 对方擅自做主 拿来两张电影票 这时候 你就会感到很不愉快 喜欢看电影 并不一定 就喜欢看这场电影 也不一定 这个时间就去看电影 所以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即便我赞同 但是具体行动 也要进一步沟通 对话是获取双方观点的过程 双方分享观点 并不表示 就一定参加决策 为了避免期望值 遭到破坏 我们必须学会 区分对话和决策 比如公司中 大家都可以提建议 但是决策 还是要老板来定 家里孩子也可以发表意见 但最后拍板的还是大人 决策方式通常有命令式 顾问式 投票式和共识式 命令式这个就不必多说了 一定是有一个人最终拍板 大家也愿意信任他 顾问式就是咨询他人的意见 了解别人的观点 评估各种方案 然后做出选择 通知相关人 投票式一般都是公共场合 大家来选择 哪种方案更合理 共识就比较麻烦 意味着所有人 必须取得一致意见 它的好处是 一旦形成决策 执行力就会比较强 但是决策的过程会浪费很多时间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运用这四种决策呢 明天接着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昨天我们说到了决策的四种类型 下面就该说如何选择如何使用 这里面要先确定这么几个问题 谁是关注者 哪些人想参与决策 哪些人会受到影响 不要让对问题漠不关心的人参与决策 其次是知情者 确定哪些人可以出谋划策 让知情者参与进来 不知情的人 不要让他们捣乱 接着去找支持者 结成统一战线 最后让尽可能少的人参与决策 人人有责 就等于人人没责 如果决策中 全责不明确 不把任务布置给每一个行动者 那么结果 就是很难执行下去 分配任务的时候 大家如果说我们 那就是除了我以外的他们 比如我们负责打扫教室卫生 那我一定就是不想干活的 你必须分配下去 张三擦黑板 李四扫地 王五擦玻璃 我去倒垃圾 这才叫全责明确 然后 行动目标必须要清晰 对于期望描述的越模糊 你就会越失望 比如你说 我要减肥 那你一定减不下来 你要说我怎么减肥 比如每天跳绳一小时 跑步一小时 那么效果 就会很明显 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误会 就是没有说清楚目标 所导致的行动偏差 然后引发的不爽 比如 我要给老人过生日 让老婆去订个蛋糕 结果 他订了一个巧克力和奶油的 显然奶油和巧克力 是糖尿病的大忌 所以 这是赖谁 肯定是我没说清楚 但有时候 为了强撑面子 我就会生气 说你不会自己动动脑子吗 而他则表示也很冤枉 你又没说 在做行动布置的时候 你最好做一个检查方法 没有检查的行动 通常也是无效的 比如你可以说 看完这本书 写一篇五百字的读后感 我就给你买游戏机 这就是很清晰的任务要求 写读后感 就是检查 如果你不加这项 对方一定会很快就说自己看完了 实际上 他只是翻了翻目录 当然 即使这么做了 也有人会拖延 甚至投机取巧 没有完成工作 此时你就要主动 再找他对话 还是我们之前讲的 陈述事实 保持安全的对话环境 让对方心服口服 后面我们来看一些 对话中的实际案例 比如办公室性骚扰 这通常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很多女性直接就骂对方为臭流氓 但这往往于事无补 还会引起对方的打击暴富 作者利用关键对话 直接找他共建目的 说我想和你谈一谈一些棘手的问题 我想说明白了 对大家都好 通常这时候 对方并不会拒绝 然后接着说 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 有时候你的眼睛会经常盯着我的身体 或者你会有意无意地把手搭在我的身上 当然你可能并非有意 但这些信号 让我很不舒服 所以想跟你谈谈 你是怎么想的 这就是既尊重了对方 也缓和了尴尬 给了对方台阶 通常情况下 对方明白了你的意思后 都会道歉 以后会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夫妻双方有时候也会有分歧 比如教育孩子的问题 此时应该对比的方法陈述事实 不要带情绪 你总是骂孩子 虽然你是为他好 但是可能他还接受不了 我们不如换个方式 也许他会有所改变 你觉得呢 此时观察对方的情绪 如果对方已经感觉到不安 那就要重建安全感 夫妻之间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通常都会说话不带脑子 情绪碰撞比较多 所以是最难沟通的 至少要有一方 希望通过正确的方法 推动关键对话 并时刻注意情绪 当同事没有按照预期完成他的工作时 我们不能沉默 而是要当面指出问题 否则 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染 也可能会扩大 让越来越多的人 无法完成工作 或者给其他 已经完成工作的同事 造成困扰 而做法 也是要先肯定 再建议 最终陈述事实 引导他说出观点 是否在执行上 遇到了什么客观困难 在职场上 当管理者遇到顺从的下属 有时候也很麻烦 他们通常会犯两种错误 一是错误判断对方 说实话的原因 二是鲁莽地批评 对方的做法 管理者会否认 自己才是问题的原因 他们总会说 这些人拍马屁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殊不知 正是你的一言堂 你的拉偏手 导致了拍马屁的存在 大家也都不敢说真话 管理者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得从自身入手 改变观念 而不是再去强迫下属 怎么做 有的老板特别逗 非要让下属提意见 结果大家绞尽脑汁 想了很多虚伪的意见 什么 太忙于工作 不好好休息 太关心下属 忽略家人等等 这就适得其反 领导必须要放下身段 征求员工的真实反馈 并且不要回避问题 公开承认 然后 奖励敢说真话的人 当我们彼此失去 信任感的时候 我们也有必要尽快调整 而讨论信任感的问题时 一定要就事论事 不能把人掺和进去 比如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销售顾问给你吹得天花乱坠 此时 你可以说 我大概明白了这些优势 你能说说它有哪些缺点吗 不要把失信 当成惩罚对方的手段 如果他们 在某方面让你失信 也不要把它扩大化 比如对方借你50块钱 去买杯咖啡 后来忘了还了 你就此认为 对方是一个 哪哪都不可信的人 这也完全没有必要 你可以陈述事实 提醒他一下 而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我之前就有过这个问题 上学的时候 人家借100块钱没还 我就很不高兴 但自己也不说 过了好久 对方突然想起来了 不但还了钱 还请客吃饭 真诚道歉 弄得我也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 关键对话的基础 其实就是多把人 往好处想想 千万别人身攻击 关键对话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逃避重要问题 有人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遇到这种人 你也只能从自身找原因 努力营造安全气氛 多用试探性的语言 比如我相信你的目的 不是要如何如何 还要多用对比的手法 多多肯定对方 卸下他们的防备 然后跟对方讲清楚 把话说开了之后 都有哪些好处 跟现在进行一下比较 有时候 我们就是看不惯 对方的一些行为 比如男人留个大长头发 然后就被抱怨 没人喜欢他 还有些人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却被其他人不理解 比如一些主播 在家长眼里 就是不务正业 这时候 我们也有必要 跟他们心平气和地 展开对话 而不要各自带有情绪 去碰撞 那样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只会激化矛盾 家长越是咆哮 孩子就越是叛逆 其实 道理很简单 有话好好说 但做起来却很难 我们在指导 别人做事情的时候 经常会低于预期 这也容易引起生气 抱怨对方 怎么就一点积极性 都没有呢 这时候其实 我们不要上来就骂人 而是应该反思问题 是不是我的任务 没有交代好 不要暗示 而是要明确地提出预期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承担起责任 通常有明确责任 在身的时候 积极性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他的任务 只是跟其他人 一起搞卫生 那这就很难 有什么积极性 如果你给他的任务 是一个人负责擦黑板 他就知道 该如何发挥积极性了 当已经和对方激烈争吵了 怎么办 此时你可以提出 我们先彼此 冷静十分钟 冷静完了 咱们再谈 通常这个中场休息 是个很好的调节剂 爱找借口 是人的本性 找借口的目的 就是将错误 都归结到别人身上 而让自己甩锅 作者说 你们讨论的话题 不应该限于借口 而是应该去考虑 整个的错误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借口去讨论 而是要因为 找借口的行为 去进行对话 还有一种情况 叫做以下犯上 拒不服从安排 一般都是子女对父母 员工对老板 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感到很吃惊 领导或者父母 处理方式 往往也很简单粗暴 基本上就是咄咄逼人 愤怒骂街 作者说 正确地解决之道 一不能宽容 二不能偏激 要以尊重对方的方式 指出问题 暂停当前问题讨论 然后转说明 对方的错误行为 比如孩子不爱 正经吃饭 吃不吃饭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不听话 你要明确告诉他 不能带着情绪 跟父母叫嚷 不想吃饭 可以说明理由 但不能胡搅蛮缠 乱哭乱闹 明天 我们继续介绍 关键对话的技巧 比如后悔 意外 以及文字游戏 该怎么处理 并进入关键对话的 综合应用学习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关键对话 今天我们来看看 有时候说话稍不注意 就会把人得罪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你不及时处理 往往会让问题 变得更糟 解决方案是 赶紧道歉 并表明目的 不是想伤害对方的感受 而是 想 跟你进行一些积极的探讨 此时应该尽快 抛出一个共同目的 让对方理解 你的意图 是正大光明的 也让他们知道 你只是口误而说错话 不要为自己辩解 也别找借口 就是真诚的表明目的 努力让对方 重新回到安全感 还有一种 让人抓狂的东西 叫做文字游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人耍嘴皮子 总是跟你胡搅蛮缠 比如 你跟朋友约好了吃饭 六点后到 结果 您九点才到 然后就完文字游戏 九点也算是六点之后 这种时候 我们也要进行对话 同样不能纠结于当前问题 而是要对这种行为 进行讨论 也就是说 这次你几点到 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下次或者以后 你不能再耍这些花招 如果你现在身边 就有一些难缠的人 或者跟你特别不对付的人 那么就可以利用 关键对话的方式 开始改变了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对话也要一点一点地进行 先想想 你们之间最苦恼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想想你们之间 最容易解决的矛盾是什么 然后积极地寻找突破口 建立安全对话的模式 还是那句话 多利用陈述说明 找到共同利益 不要抱怨 不要产生情绪 一点点改进 下面我们来看 关键对话的综合应用 作者先说到了 综合应用关键对话的两大原则 一个是注意观察 善于改善对话技巧的人 总是不停地问自己 是否还在对话的框架当中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带来巨大的改变 或者最简单的 只要关注自己是否陷入了沉默 或者暴力状态 就已经能获益良多了 一旦脱离了对话框架 其实就说明你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对了 后面说的越多 错的也就越多 靠炒架是不可能炒出结果的 只能炒出负面结果 你越不希望对方干什么 对方就越是会干什么 所以对于目的完全是有害无益 所以我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对话技巧 首先要先从关注自己的情绪开始 第二大原则就是 营造安全感 安全感是自由交流的基础 如果你让他感到不安 要么对方不说话了 要么就是没好话 反正你是不可能得到想要结果的 一旦你发现对方已经脱离安全感了 应该马上暂停你的对话进程 努力维护对话的气氛 比如道歉 微笑 做一些亲密的动作等等 读完这本书 把这两大基础原则记住 你就没白学 作者给大家列出了一张 关键对话联系表 分为七个部分 重新开始 注意观察 保证安全 控制想法 陈述观点 了解动机 开展行动 对应了相应的技巧 和一些自省的关键问题 我们一起来进行实践应用 举个例子 你把年迈的母亲养老送中 想卖掉母亲的房子作为补偿 此时 你要跟姐姐展开对话 不过姐姐 上来就表示了拒绝 她说 我每月也会寄钱回来 要不是工作 到处乱跑 我也会把母亲接走照顾 此时 我们就要重新开始 你要赶紧想一下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不能做出傻瓜选择 也就是说 要补偿和维护姐弟感情 并不排他 此时你必须先保证 对话气氛安全 可以直接说 我不想和你吵架 也不想让你陷入内疚 我想谈的是 过去几年我承担的责任 确实比较多 为此得到一些补偿 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此时 你的姐姐 可能还是很具有攻击性 她说 你怎么知道 付出的 就一定比我多 此时 就要进行客观陈述 我不但花了钱 还留在母亲身边陪伴 我知道你也关心 但在饮食起居上 确实我做的更多 至少在这些方面 多得到一些补偿 应该 很合情合理 此时 姐姐还是没好气 那你把账单寄给我 此时 你已经有点要发火了 但必须多次去考虑目的 要和姐姐 维持关系 并同时获得补偿 所以吵架并不解决问题 那就只能继续 使用确认感受 加询问观点的句式 你这么说 让人感觉 你似乎并不同意 我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 我有什么地方理解的不对 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 对你有点不公平 人其实都这样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人往往都是很贱的 一旦你后退一步 对方通常也会后退 经过你的引导 你的姐姐 就该表露观点了 此时她会说 我已有机会 也会来看母亲 没机会来 也会把钱寄过来 这些年确实工作太忙了 你确实做了很多 接着 你要重新描述 也就是说 你认为自己 已经尽了全力是吗 此时 姐姐会确认 那么你就知道了痛点在哪 就是你的表述方式 让她觉得 好像自己没出力 这个让对方非常不爽 此时你也可以陈述事实 找共同目的了 要先肯定她 没错 你确实一直在尽力 而且倾其所有 但是 这些年母亲为了治病 也花了很多钱 比如她吃的一种新药 比之前贵了一倍 保险公司 也只支付一部分医药费 刨除你寄回来的钱 其他的费用 都是我们在支付 就事论事之后 姐姐通常都会跟你 去讨论费用问题了 你把费用清单拿出来 然后接下来 你们讨论的 就是费用分担的问题了 该你垫付的医药费 以及因为照顾母亲 而产生的物工费 姐姐通常都不会有意义 注意这个案例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必须承认 姐姐也在尽她最大的可能 在照顾母亲 如果你否认了这个 她就不可能同意 你的任何建议 在这个世上 你们是有共同目的的 你要求获得物质补偿 而她则要求获得精神补偿 所以物质补偿 一定不能和精神补偿化等号 所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让对方说出自己的感受 是多么的重要 作者最后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她的感悟 尽管她已经成为了 关键对话的讲师 也已经非常熟练地 掌握了这些技巧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却仍然经常犯错 有的时候 她不知不觉 就进入了关键对话 自己甚至完全都没有准备好 然后就已经激怒了对方 也许只是闲聊天 也许只是吃顿饭 为一个小事就争执起来了 产生了负面影响 甚至扩大到其他领域 所以她说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时刻去评估对话 可能产生的影响 当我们发现 一个对话上升到关键对话 并随时产生不良影响的时候 必须要开启大脑的第二层思维 马上把偏离的对话 拉回到正轨 都要遵循 重新开始 注意观察 保证安全 控制想法 陈述观点 了解动机 开展行动 有人说 这么活着太累了 但其实 主要是你不习惯 说话技巧 是要被训练的 如果你不训练它 即使你完全了解了技巧 也是白搭 电光火石之间 根本反应不过来 如果你只看书 没有教练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从生活中的小事 练起 跟你媳妇 关于谁洗碗的问题 展开关键对话 对你的孩子 就写作业的问题 展开关键对话 这些对话失败的成本很小 你有意地 开启一些对话场景 不为别的 就为练习 只有反复练习之后 肌肉才有记忆 头脑才能协调 下次在职场中 在客户面前 你才能应对自如 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现在你已经学会了 关键对话的技巧 剩下的就是练习了 让我们再重复一下 关键对话的重点 一关注自我的情绪 二创造安全的气氛 三寻找共同目的 四先肯定在否定 表达不同 无尽量让对方多说一点 只有对方开口讲话 他才能展示真实的意图 当你发现了他的意图之后 要一脚踩住 进行重复和总结 进一步把对方的观点 诱导向共同目的 如果你记不住 就把它写下来 贴在墙上 每天都看一遍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遇到事先别急 先把嘴闭上 拿脑子想一分钟 再张嘴 或从口出 不该说的话说出去了 要想说回来 可就难了 甚至说一百句好话 都不一定起作用 不懂得说话技巧的人 从来都会标榜 自己性子直 但你要知道 性子 直并不是优点 而是你这辈子 致命的缺点 你要想有所进步 最好用最短的时间 去改变它 人生在世 无非就是 为人处世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的基础 就是说话 所以把说话练好了 这辈子的也就转运了 明天我们开始新的学习